近日,朱丹经历一系列口误事件以及回应口误事件之后 因此成了一个具有热搜体制的人 对此,朱丹直言不喜欢这种体制 并对热搜体制表示不解 对于sorry,朱丹表示觉得特别丢脸 直到最后网友将他娱乐化才开始慢慢释怀 但最后发现并不是自己想的那样,便开始恐惧 被问及自己是一个烂主持吗?朱丹数次哽咽 他表示,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烂主持人 透露恐惧到看心理一声,曾和女儿一起哭泣 非凡娱乐时时来